那這個古巴投手啊 說自己受傷之後就下場了嗎 不過呢之後也被大家發現啦 他其實下場之後啊 沒有趕緊去處理他的傷口 反而呢還跟別人在講話的感覺 所以覺得其實好像也沒有那麼嚴重 那反觀我們的投手呢 曾俊悅他的比賽當中呢 意外的流鼻血了 但他還是不放棄哦 堅持要把他投完 他就跟教練說我不要下場 我一定要把他投完 哇這個精神真的是相當的感人 而且最後呢他也飆出了3K 化解了失分危機 這是曾俊悅人生第一場在場上流鼻血 他說或許是壓力大把 教練呢也走上投手球確認狀況 那曾俊悅果斷的回應說 教練我不要下來 我要投完 有別於手戰對巴拿馬投的不穩 曾俊悅這次呢頂住壓力 面對一二雷有人時 努力塞著血流不止的鼻子 穩穩的飆出三陣 球速破150公里 曾俊悅退場後呢 心情放鬆許多 前兩戰他在場邊 跟著大家加油吶喊 內心相當激動 首次國際賽在預賽止步 曾俊悅展現了強烈的企圖心 那將這一次寶貴的經驗 化為前進的動力 他也希望以後的國家隊 自己都能夠入選 在這次的比賽當中 中華隊還有另外一個焦點 就是選手吳哲元 那月薪只有12萬元的他 卻封鎖了荷蘭的大聯盟打線 從替補球員一路成為了 抗和英雄 不過呢他的職家生活 其實都一直在跟質疑對抗 新的抗和英雄誕生了 吳哲元在11號對荷蘭之戰 中繼4.1局 只被敲一支安打 沒有失分 但林中華隊立刻荷蘭 雖然球速只有140公里出頭 但精準的控球 讓荷蘭隊總教練賽後直說 摸不著他的球路 那哲遠是 對我來講是一個福氣 殷傷得福 中華隊教練團承認 當初不看好 替補加入的吳哲元 回顧他的職業生涯 就是在不斷的對抗質疑 2016年的中華職棒選秀會 他直到第10輪 才被中信兄弟挑走 是當年36位新秀中 順位最低的一個 欠月金只有30萬 說明籌隊並沒有太期待他 還有成名酸 他是替補的替補二雷獸 不過吳哲元隔年 在一軍初登板就有好表現 這一顆進來看著進來 結果是一顆三陣 我連標2K 吳哲元在一軍和二軍之間 載服載成 去年球季臨為壽命 從中繼轉任先發一口氣 拿下十連勝 超越假日飛刀手成異性的紀錄 部分球迷仍然質疑吳哲元的好表現 全靠楊補弗來襲的配球 其實 定賞我來中華隊集訓的時候 他有跟我講了一些 然後我也是 帶著他的鼓勵 然後來中華隊集訓嘛 然後我也想要表現給他看 然後不要露氣這樣 吳哲元你沒有露氣 你是我們的英雄 在這一次的經典賽當中 中華隊在實力相當的A組 拿下了兩勝兩敗 不過最後比較失分率 最後無緣晉級 真的相當的可惜 而中信兄弟選手李正常有透露 這可能是他國際賽的最後一五 也讓他難掩了失望之情 那他上次參加第二屆的經典賽 其實是2009年 那這一次他其實是正中年紀最長的 那今年他其實是36歲 他表示最後一次打中國隊了吧 因為球隊沒有晉級下一輪 可能就會在這邊結束了 可以感覺到他真的非常的難過 是 沒錯 好 那其實在這一次經典賽當中 其實除了這個張鈺誠之外 中華隊還有很多默默的無名英雄 那其中一個人被點名就是吳念廷 那球迷說看他打擊的時候 會有很安心的感覺 球迷在PTT感性發文 這次比賽中華隊 對還有很多默默的無名英雄 吳念廷就是其中一位 回台灣第一次當國手 他也不負球迷期待表現得很穩定 也很秤職 成功的保護了張宇辰 他表示看吳念廷打擊非常安心 很穩定的選球不盲目出棒 該他打擊出去球都很結實 那不該打擊的時候也不貪功選保送 球迷對他的印象就是吳復聯的兒子 但他因為日職的淬煉更加成熟 下一次的國際賽也可以讓他更證明自己了 那對此許多鄉民是紛紛直呼 他超過100分 上場真的給人有安心感 低調強著沉穩內斂 不好意思我剛剛真的是口誤講太快了 我是講中華隊 對對對 從前面剛剛我都一直講中華隊 但是可能就是 咬字比較沒有那麼清楚 對對對 原諒我們一下下 對真的跟大家來道歉一下下了 好接著呢帶大家來關注到的是 其實他這一次中華隊的表現 真的是讓全世界都看到之外 還有近視呢也讓台灣爆紅 就是我們超激烈的台式應援 全場2萬的球迷 加上啦啦隊一起加油的力量 真的是非常壯觀 不管是超整齊的一起喊口號啊 或者是全場一起玩這個波浪舞 這樣的狂熱式應援呢 也讓國外的媒體和網友都相當的震撼 球場內超熱情的台式應援 為中華隊注入超強戰力 不但讓外國球員在場上難以適應 甚至成為國際討論的場邊焦點之一 富邦應援團團長 Travis手抓欄杆前後蒙帥頭 堪稱是搖滾式加油 這讓美國棒球專欄主編轉發該部影片 還感嘆 美國的棒球球迷是最無趣的 清零火熱現場的大聯盟官網記者 摩納根也被中華隊球迷給震撼 他在推特上表示 現場的感受就像是有上萬人的管弦樂隊 在你家客廳演奏 中華隊球迷好大陣仗的應援 就連對手都感到皮皮剉 義大利總教練皮亞賽賽後直言 台灣球迷啦啦隊非常有活力 自己受到很大的驚嚇 就連荷蘭教頭牧仁師在賽前 就有所警戒 表示主場球迷對我們來說 是很大的挑戰 11日中華隊對上荷蘭 張玉成發威追加連環砲 5比1一棒逆轉 張玉成也透過粉專道謝球迷 謝謝大家的支持與吶喊 對手嚇死我們愛死 全場近2萬球迷 起立敬禮 張玉成也敬禮回應 場面令人激動 今天的賽中每逢遇到跟古巴對戰時 場邊都會有一位古巴大叔 在本壘後方吹敵 不過呢隨著中華隊和對戰 古巴的氣氛漸漸緊張 其他人也比較少跟他有所互動 他是一位超級熱情的古巴大叔 高舉台灣國旗 大叔頂著高帽子 這頂帽子是他20年前在墨西哥看U23獲得的戰利品 帽子上印有各國代表的旗幟 包括中華台北的梅花旗 這個禮拜有不少台灣球迷和他合照 人氣高漲 不過這場中華與古巴之戰 攸關中華隊的晉級 而中華隊陷入大幅落後後 也沒有球迷跟他有太多的互動 而大聯盟的記者就在推特寫道 整個禮拜都受到台灣球迷喜愛的大叔 現在不愛他了 因為古巴以7比0領先中華隊 好 雖然我們這個中華隊無緣地搶下 8強門票前進東京 不過台灣還是有一個人有晉級 就是義大利教練團的台灣教練 許志偉 日前中華隊交手義大利時 許志偉就曾經被問到 是否心情很複雜呢 當時他笑著說 其實我也反覆問自己 既然接受這個任務 我自己也調整好 棒球就是棒球 一起創造高品質比賽 輸贏自有結果 各自努力去呈現棒球最好的地方 事實上 許志偉從台南出生 高中畢業後加盟海盜 雖然旅美只有短短一年 但成為他日後的養分 回到台灣之後 陸續擔任球隊的翻譯等工作 便到大陸擔任大聯盟在中國的培訓教練 他也在這個時候認識了 此次經典賽的意大利總教頭皮亞薩 由於經典賽教練是沒有國籍限制的 皮亞薩也持續和許志偉保持聯絡 並且邀請他參與經典賽國家隊教練團 好 現在讓我們來看一下經典賽的賽賽成戰績 那在A組的部分 中華隊是1比7輸給了古巴 荷蘭也是1比7輸給了義大利 而古巴和義大利也確定一起攜手來晉級 那麼B組的部分 南韓是7比3勝過捷克 而日本是7比1贏過澳洲 那這一場其實也是日本的4連勝 所以其實這次真的是來勢洶洶 非常的厲害 那麼在C組的部分 英國是以8比18輸給了加拿大 也確定提早離開了這場賽事當中 那第一組是尼加拉瓜以1比3輸給了以色列 委內瑞拉是以9比6贏了波多黎各 那接下來後續會有什麼樣新的發展 我們也會持續帶給大家 沒錯 那這個原先其實被看好說 可以晉級8強的韓國隊 在本屆的經典賽的表現是不如預期的 如今還瀕臨了淘汰邊緣 那其實對他們來說 現在是有雙重的壓力 第一個就是他們必須要靠著捷克贏澳洲 他們才有機會晉級 那第二個是他們最後一場是對上中國 那其實他們這個韓國人自有說了 如果要輸給中國的話 那就不要回韓國了 已經連續兩屆無緣8強的韓國 本次賽事與日本捷克澳洲中國等隊 一同被分在B組 並被認為可以從中脫穎而出 然而韓國暴冷輸給澳洲之後 又被日本痛載 對於這種表現 曾經在韓直奮鬥將近20年 超出超過350轟的梁俊鶴 在個人頻道重化抨擊韓國隊 他說韓國棒球只有這樣嗎? 這是我個人目前為止 看過最糟糕的國家隊表現 此外 梁俊鶴也特別提到 最後一天對上中國的比賽 他說如果輸給中國的話 就不要回韓國 也不要當國家代表了 還說如果輸中國 那他們回國時就坐船吧